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华盛顿 其实虽然说这里是美国的首都城市 但是我们对于它似乎却并不怎么熟悉 当然这主要还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知名度不是很高 因为现在我们一提到美国的时候 最先想到的就是纽约 甚至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美国的首都究竟在哪里呢 所以说要是从国际影响力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的北京还是非常优秀的 虽然说目前在我们国家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应该是上海 也就是说其实北京也和华盛顿一样 都不属于是国内的第一大城市 但是相比起来我们的北京的知名度还是更大一些 在世界上也是相当出名 起码不会被人起错首都呀 并且在去年的世界城市评比中 北京更是委屈第四 而华盛顿则是排到了40名之后 这种排名差距也是能够说明一定的问题了 同时我们的北京历史底蕴也是非常深厚 而对于刚刚建国不过200余年的美国来说 自然是比不上我们的 怎么样 大家是不是也都非常骄傲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将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以及关注哦